是的 第二场的一个队员介绍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东方队 我们看到了中单是由UZI UZI以前也是打过中单的 在正式联赛中打过中单 然后他的打野是Westardor 来得比较快 我们这边可能先看一下西方队 上单BRTT打野Sneaky 中单Doublelift 然后Saya的Bottomline 就是ADC 然后TireWolf来打一个support 这是我们西方队的一个名单 那刚刚东方队没有帮大家全部讲完 就是上单是由Bott 上单是由SKT的ADC选手Bott来打上单 然后下路的AD是Triple 然后辅助是Artifact 这两名选手 那这两名选手可能大家稍微陌生 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个打辅助的Artifact原本的位置是中单 它来自于VCS 就是越南赛区的 这个是FFQTV这个队伍 就是没有参加到总决赛 它不是这个水牛队的 不是Buffalo的这个队员 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在今年的国际赛上面 看到这名选手 就觉得有意思的就是 两边其实都有ADC选手 像Doublelift跟Uzi 其实他们是选择在中路对线的 所以这一场的话 我觉得也蛮有看点的吧 对 就场上的话 两边各有两位出名的AD嘛 对对 搬打上单 然后西方这边的话 Snake打野去了 我发现一件很过分的事情 什么 就是所有人里面好像只有西门夜所 Wester Doer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 虽然大家知道的西门是中单 他其实去年的夏季赛开始转型去打野嘛 但他中间有一段时间 但他现在很过分 他居然走在了打野的位置上 我们要实名质疑他 对吧 你看BRGT也是我们巴西的著名的ADC 这名选手 我记得他有拍过传情震胜 之前还有这个传情震胜的时候 他也是走在上单 他也会不会也是打野 他居然走在了辅助 但是西门他依然走在打野位置上 这可能是一种领域吧 对不对 是的 对 就是说反正两边的教练有各自的一个安排 那Triple刚刚没有介绍的 他是 这个名选手大家应该有看路未赛的 应该记得 就是他是Dial Wolf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这个片头片 那个紫色 Pubu的那个 的队友 他是打中单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明星选手 我们如果以统计学 好吧 这不代表个人任何立场 他别来喷我 就是说明星选手里面 中单的比例是真的多的 所以想出名 打职业先选中单 是吧 你看东方里面有七名选手 是来自于中单 那西方这边有六名 都是高于一半的 对吧 都是12名中单了 占了一半 那没办法呀 确实中单是很多队友的顶梁柱 确实中单选手很重要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场是要由大师兄 Double Lift 来坐镇对抗UDI 两名ADC选手 在中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不知道会不会用两名 那种射手了打中单 是 就像打那种EV1Solo一样 感觉 我感觉还是法师好看 对 可能应该还是法师好看 我想看 有两个人 最好还是用 平时不太常出现的 大家视野里面的那种英雄 包括其实大兄之前 在2v2里面 他都是玩 一些偏幅度类型的英雄 因为我想问 就小短就说 那你觉得 小短对AD的理解 当然很高对吧 对 但除了卢西 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英雄 适合走中单 就我有曾经幻想过 卡丽斯塔能不能走 卡丽斯塔不行 卡丽斯塔他大招的话 绑打野 对绑打野 打野来 你可以丢他 是不是很牛逼 EZ的话应该挺猛 EZ中单 对 就是惩戒有一段时间 是惩戒留EZ中单 是 包括 Poke流的 维鲁斯之前有过 维鲁斯也有过 这三只英雄 有没有 确实 小短那边猜测 我觉得也是 对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Brasa拿打野英雄来打中单 就是 他还是会拿一个 自己有一定熟练度的 就是不希望自己拿一个 可能只打过几十把的英雄 来上场 或者会坑啊 或者什么的 可能也不希望坑到他有什么 我觉得应该看他们心情了 Ruke也说了嘛 就小花生这个队长 有点形同虚设 就看队友自由发挥 有点滑 对吧 有点滑 看心情选人 看大家想玩什么 好 那我们进入到了 第二场的东西方对决 蓝和红方已经做了交换 这场C方队 是来到了蓝色方 而红色方 则是我们的东方队 是 是搬掉了卢西安 上一场的阿卡利 已经是搬到了奔位上面 而卢西安 作为UZI跟W 都有可能 拿来打中单的英雄 也是直接放到奔位 但我知道的UZI 其实会的中单还挺多的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 当时UZI打中路 常规赛的时候 他的辛德拉很厉害 辛德拉 暴女 这两个英雄 因为那时候 还有跟UZI打中单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队伍里面的时候 有看过去认赛 然后那时候 其实Maple有一把 被打自闭了 就是他的那个 UZI的暴女 已经超神了 包括新赛季 练过很长时间 左伊跟亚索之类的英雄 其实也是可以 出现的中单位的 这边还是搬掉了Niko 是 Niko感觉还是要到了 这个赛季开始 大家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看到这个英雄 对 今天应该是放不出来的 这个蓝波Band 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两名AD选手 现在在上单相遇 对吧 另外两名AD选手 BRTT跟Band 也都是在自己赛区 非常非常享誉 这个赛区知名度的一个选手 最后一搬是搬掉了辛德拉 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英雄 针对这个 原赛的一个英雄池 我如果没记错去年 UZI打SOLO赛的时候 也是用过这个英雄 确实这个英雄的话 很符合小狗的一个风格 他的一个辛德拉前期压线 比较凶 太恐怖了 对 最后一手刀妹 还是送到了Band位上 那看一下BRTT这边 首强什么英雄 剑魔在外面 派克 派克的话 其实现在没什么比赛 但是路人的话 派克是非常火的 是 现在这种 改成穿甲游戏数以后 其实伤害是非常非常爆表的 而且派克本身 也是很秀的一个服务 是的 很符合 我们明镜赛的一个宗旨 而且最早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玩家 拿他去打中单 好 奔徒出现了 这个Band直接为客多 如果不搬的话 其实他增长率应该 上一局没出嘛 对 上一局没出 对 Band作为一名选手 虽然之后要效率100大道 但还是很认真的 感觉这个维克托 应该是他用 小花生说西门 选了一个压锁 开始了 我觉得 开始了 开始了 不是 刚刚那个画面 我读唇语的感觉 是西门 就有点在怀疑 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peak 对吧 然后你自己还笑得很开心 然后小花生下了指令 对吧 所以会不会是帮UZI选 应该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酒桶 Sneaky 作为这次明星赛 也是很焦点的Coser 对吧 跟Band一个双侠 还选了一个吸血鬼 那应该不是躲打野位 这英雄前期应该是不太能打野的 吸血鬼的话 打中打上都可以 还是要选一个酒桶吗 很想要酒桶 这个酒桶加派克的话 我感觉他们这个野服选得非常正常 都是比赛上面能用的英雄 或者是说新版本 季前赛版本来说 排位里面出场率很高的英雄 这边的话要索洛吗 这样索洛的话 打团配合亚索的一个进场 还是很完美的 是 让你第二轮去扳霞 而且这个位置不选霞的话 也是再藏一手这个亚索究竟是走哪条线吗 是的 所以就看大伯利头会不会反手选出一个中路英雄 西门也说的 翠神 西门啊西门你这个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个故事可能 我可能从中单开始一直延伸到打野 他都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选择 不是这个故事是 我待会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这个我也比较跟他比较算是比较熟嘛 对不对 就是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先把后面的看完 瑞兹 Double Lift了吗 这手感觉是Double Lift了要用的 如果你以瑞兹吸血鬼上中来看的话 瑞兹走中的几率是比较高 是的 那吸血鬼AD 瑞兹打法盒吗 瑞兹打AD有可能 吸血鬼跟瑞兹都能走AD 对吧 我们在法盒版本都看过这样的下半线的走法 Barterland就是为什么现在也不叫Marxman了吗 今年拳头已经是直接把 原本我们都会说AD选手的这个名字叫做Marxman 现在也都直接变成了一个Barterland 对 因为确实有很多不是射手的英雄会走出来 最后这个诺手是真的没有想到 就变成了非常大乱斗的版本了 而另外一边是补了一个常规的ADC卡莎 卡莎加洛就是我们总决赛的 对 总决赛的一个双人线搭档 是 就这个阵容的话 感觉东方队的这个阵容太需要发育了 他这个三个C感觉没装备之前打不了 而且他还是一个翠神在做打野 对吧 翠神的话感觉也快快了 这局可能西门要更多的去B站 他应该就是想办法打防守感觉 偷菜或种菜 对吧 就是种自己加菜 去交换 因为前面感觉跟对方打起来 不是那么好打 你想想看诺手上六以后 不占便宜 而且这个诺手的话 看到最后也没有换到上单去 好像换到中路去了 我看他的位置是在ADC最后 最后一眼 我就看到吸血鬼在中单 double live的好像拿了吸血鬼 那我觉得 石明志要diss一下大师兄了 不像他的性格对吗 不够刚啊 对不对 我认识这大师兄 对不对 你是大师兄 你行行 你应该要去 我就是要拿出来一个跟UZI 说死客对吧 就跟上一局的阿卡丽一样 要不是我四刚 要不然就是我零刚四 可能大师兄看到 现在的UZI心软了吧 毕竟也是这个 全球 全球 全球这个小狗后援会的一个 这个北美分部的会长 头盘 还是有点点渊源的 这个对局就等于放着亚索发育了嘛 就放了亚索前面推了嘛 要不然吸血鬼没有打野来之前 他等级没起来之前 不太能跟亚索打 嗯 而且 其实真的以配线来说的话 感觉吸血鬼走下了 会更好一些 是的 那好的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东西方对局的第二局 如果是刚起床的观众也跟大家 没有没有 大师兄还是大师兄 他还是把诺手换给了自己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的大师兄 他反而又换过了 我要道歉了 我这边一鞠躬跟大家道歉 大师兄牛逼 就是要刚 搞快点 刚起来 而且这个对局的话 在我的印象中 菲克是拿过诺手去追对面的亚索的 对吧 晓晓你还记得那条LCK了吗 我记得就是在今年大乱斗的版本 原本这两个英雄是会出现在下屋 然后就直接拿诺手 对 他去哪条线就去哪条线 这个对局的话 小狗就不占优了 诺手基本上打 所有的竞争战都是有优势的 是 鳄鱼的话可能出了 西门夜说一个人 翠晨躲在这边防守 三个人入侵先做了一个视野 是 刚刚没有说到西门的故事就说 他为什么会 我看到翠晨就会觉得有点亚异 有点故事 就是因为他之前还在打中单的时候 还是中单的首发的时候 他在韩服的分数很高 但是就是被别人一查 就说既然是玩翠晨上去的 玩翠晨混上去的是吗 那时候是哪一队的教练 LPL的一个教练跟我说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聊天 他说有一个韩服玩翠晨 玩得特别好 然后他一跟我说那个ID 一查 发现是西门 就是他的翠晨胜率 有在大师王者局 有62的胜率 小小你就懂这个概念是什么 那这天空不落 对 55%以上就已经很变大 那证明他很认真 他很会玩这个英雄 所以他很认真 他打自己的位置 然后拿了一个翠晨出来 没办法 现在他也是个爸爸了嘛 对不对 那看一下 你们前期的一个动向 一级过来 反正自己家先种过草了 我现在看着这个翠晨 都没有办法想到 小鱼人的这个影子 这两个英雄差这么多 主要小鱼人 他自己可以carry 翠晨的话是 非常奉献性的嘛 对吧 一个功能型的打野 对 第一步是选择 对 偷了个红啊 但是西方队这边 也不是没所反应 他有在西门的红区 放了一个眼 两集来骚扰一下 逼出了闪现 这波西门帮小狗 是帮得非常地到位了 前期把一个 同样身为近战的诺手 闪现逼出来 在中路的对局的话 至少W的推线 都要想清楚 我在想小狗的压索 值得信任我 大家应该也是 有故事的对吧 我们也是 可以看一下 对 因为在下路有压索的时候 也看过就是 Luzi在练压索 然后有很多的截图 对不对 大家应该自己去了解一下 我们就不多说了 碍于我的官方解说的一个身份 一个是Luzi的压索 一个是Faker的压索 对 Faker的压索 后面是有在赛场上面拿出来的 后面是证明自己的 对 就打路人的时候 各种那种 骚战技 对 下路这个对局 西线鬼前面要认怂一下 西线鬼带的是电刑 没有带六十者 然后带了一个虚弱出门 他就想打六击对拼 就是派克为主要的一个先手点 然后虚弱可以完全限制出 去破了一个伤害 没有卡莎的伤害 弱的伤害可以 接化点燃了 但西门是在后面 达不到没有闪现的 扛卡了 哇 西门闪现给盾 这是爱吗 哇 这一波拉进来无奇铁手 但是哈萨克已经出手 两边一级死在塔下 小狗略赚一点点吧 因为领先了一点经验 而且是易血 对 吃了一个易血 是 下路这边在塔下也打起来了 虚弱直接套 这是小闪说的那一波吗 点火也套 Triple感觉动不了了 觉得自己是走不掉 想强杀 他又窩火 最后是被 Artifact的一个普攻给带走 但是塞亚也是收下了 Triple的一个人头 两边这有两个英雄 就打不起来了 不过塞亚这波还是很赚的呀 是因为本来前面很难打 但收到了对方的AD的人头 是 雅开亚收入这一波 哈萨克催到 看到你这要易 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就要对拼起来了 是 还要越塔 身上已经被挂了 四层的一个流血 但这一波其实没有Q的话 应该会是小狗被在塔下杀 对 因为勾过来 你A也不是 但是A一下可能还杀不掉 必须QG能撞 对 WS卡在那个墙角那里 QG大概也是能吹到了 确实不负众望吧 不辜负任何两个选手的粉丝 跟看热闹的观众 打得很火热 上路很安心 对吧 现在镜头第一次给老上路 两边都在做法师的一个发育 都是有点法坦性质的英雄 如果中路这边的话 大师兄这边有点丢不了了 西门来了两三四之后 大师兄这边的一个虎刀有点辣少 是 吃了一个外圈 但又之下也是一个EQ击飞 往后拉开再打一个踏前斩 再打一个斩钢伞 抱歉 而且翠晨其实一直在中路附近保护 派克这边是过来了 是 上路现在Benz带着偷钱 那这样的发育的速度 会比比亚迪迪来得快 这波Sneaky第一次过来 但已经被炎给看到了 派克从右边过来 还有一钩子 是直接吃到了 痛苦监听吃到了一个蜂墙 嗯 中路的压刀是压得非常的多 卡下钩回来 转一个外圈 但是 在F6的一个位置 Double Lift没有闪现 他现在就不太敢上去硬打 因为他如果上去贴 然后翠晨赶过来 那他就走了 嗯 西门现在是完全的一个保松的一个架势 感觉这个队线还是很认真的呀 是 东方队这边的一个双C压了都不少就不知道 他塔下被拉到 小谷这边 想想杀 应该是小狗去拼了一下西门 他说这个位置马上就要到6了 对 就过来帮忙 而且刚才的话 小狗想走还要交闪些很亏 倒不是直接换了算是 但人头最后是好像被西门给的一技能的一个护盾给炸掉了 嗯 因为那时候应该没有别的伤害了 是的 你还别说西门的这个翠晨还是很有经验啊 他帮中路以九统多两只三次了 但是他的一个经济一直没落 但这波台沃主动上来一技能 急晕到 看一下已经有星红冲刺的塞亚 但一个人不太敢打两个人 嗯 这星红冲刺现在才好 哦 翠晨没有退 强失这个增强K我觉得就有点没必要了 想强推线 但是九统这边来了 六级的一个九统 就看这个Q技能 有没有找到机会 但小兵走过来刚好让他的角度没办法勾到那个位置 嗯 东勒西门又来了呀 西门 大西门没有闪现的怎么走啊 走不掉了 Uzi非常的开心 再拿下一颗人头 中路是 虽然现在是一个两边都有两颗急杀 但是 捕刀上的妹妹的发育大波利索感觉玩不了了 嗯 有上路的一波对拼 立场禁锢住 一个禁锢会让BRTT的一个曲晶哲越 被打断BEN上去再打一个增强Q的伤害 但不足够去击杀 但西门又来了 西门在后面找出了小菊 对 叫了小菊以后BEN找到了一个机会 很齐啊 西门打的真的是很认真 非常认真 这个感觉是证明自己 韩服第一翠神的一个称号能不能延续下去 来线上的过程当中还不忘 就别人家种种草什么的 因为别的位置其实怎么说呢 你说BEN的维克托如果被杀爆了 我们也不会去骂BEN对吧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强的维克托玩家 嗯 所以这没办法 我觉得你看这是打自己 但是你不说可能别人也会悄悄的不知道他翠神的名号 我不说嘛 但是知道就了解LMS赛区的玩家应该就会知道了 所以要必须要很认真 所以他很认真 这边蓝也是直接反过的 他现在做事的效率是Sneaky的什么说 至少是三颗人头的差距对吧 对 Sneaky感觉现在就是比较找不到方向 看他大伙有6了 现在这波一闪大能不能抓到一颗人头 嗯 其实他现在要赶紧帮一下中路了 要不这大师兄的话真的很难玩 是 原本是一个counter型的counter对面的英雄 小狗这边都要攻速学快绿叉了呀 八分钟 这个绿叉一出来我感觉 double lift的等级加上装备落差 就是英雄的一个克制关系就会被扭转过来 嗯 周董祝伯来到了上路 哎 这个位置可以一闪大 看一下但是Benz有闪 一直接骗闪 比较稳妥的一个打法 怕直接接放位置控制 就如果他要以闪大他就要拆 就是要反应得了Benz的一个闪现的一个位置 又来中路了 这边的话小狗这边扛塔但是没什么 呃没什么伤害杀了呀 最后一下普攻带走以后闪现没有被塔给带掉 另外一边斯蒂克过来直接吃了一个UCI一个大招 另外一边威斯多尔再给一个盾 反手一个哈萨克以后UCI落地拿下人头 这波中野是完全的胜利以后下路也打了起来 2v一个局面 赛亚斯被挂了一个大招 被挂了一个检火选择利用血池往后拉反手一个大招 回一口血 那这样的话应该打不出结果 但是中野现在UCI跟西门夜术的这个搭配 现在已经是崛起了 不如RW下一个战机引进这个中野吧 开个玩笑 因为在RW大家也知道重建过程中了 哎哎哎应该断线 对这个太明显了对吧 就是踏不动了 好像不像 也不像勾引 不像勾引 在勾引要死了 在勾引塔的仇合嘛 这应该是有些问题 那这个局面跟上一场有点像 就是说至少在前20分钟 东方队的总结领先 优势很大 而且上路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优势的 一直都把瑞兹压在塔下 就是就从过来帮了一波 上路都是一个能偷的打一个 带着淘汰在阶段 打得还有深有深的 这边有个资料就写是 现在其实他在该赛区的话 他是有九次赛区冠军的 所以身上的一个名号 我觉得过来是有明星光环的 从赛区过来 反正我的印象中 这个塞亚跟Kira 一个是俄罗斯的Faker 一个是北拉丁的Faker 我们1-5会有 那这波但是落单的Triple 好像就没有说不能击杀的一个可能 这一QQ的 但是防御塔前期的伤害还是让 西方队的双人组合稍微退了一下 总归先点个160再说 Sneaky的位置 过来想拦截一下这个卡莎 但是有视野 你可以看到西门的这个翠神 无私奉献的一个精神 标准的翠神打法 就是只要带一个打野护服 然后开始出辅助的装备 来了了 这边的话 一厘米的一个大招好像很难走 但是留了一个Q技能 这个大招感觉 太近了 一级的曲晋哲学 确实效果不是那么多 有些玩家甚至会喜欢 就是二级直接升 十级的时候再点一级的 就连点两级 嗯 收一点低了 那现在上中也是由 东方队完全的优势 这时候 大树这波又走不掉了 又走不掉了 Artifact的找到一波机会 对方双人组回家游到中路 但这边 Sneaky蹲到Artifact 但是是个满血的弱 以一个酒桶 现在的装备感觉不够杀他 因为Sneaky这把的发育也很不好 这个中路的一台也很难守了 是 杜城已经剩下最后的两成了 才十一分钟 应该能再砍一个杜城 是 如果摧毁掉一整座塔 在十四分钟前的话 整队的经济是拿了 1450的一个高耳提前 辅助这边也赶过来了 想打起来 一闪强一UZI 但运渗结束以后 哇 所有的技能全部空掉了 这波Waystor也是很快地 赶到了中路的一个附近 只靠着Sneaky跟Tile Wolf 两个扶野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的C给伤害 所以这波确实机会不高 小狗现在有点挡不住了呀 中塔的血量感觉很快就会下掉 现在剩下最后一层 这波回家的话 小狗这边的一个半个血手 应该都做得出来 而且西门是真的很认真 这个打野还均训 在明星赛里面是否有点过分了呢 稍微有一点 在等机会 但Sneaky接摸在反蹲 两边的打野斗志动有 上代也是在演绎一下表情 不过Bei已经是主动地 把立场给放掉 由Sneaky下来迎头撞到西门 以及他的小局 这时候赶紧闪现回去 不想被留 因为这个位置 确实Sneaky跟BRTT是已经被分开了 那这个Sneaky很伤啊 九筒的第一波Gank 可能需要这个闪现 去帮他做点事情的 这个小局已经实际了 下路就被一波对拼 但卡特在放大张往后撤 那这个RPFAC已经吃到了一波伤害以后 Ti-Wolf这波感觉是想要打到底了 Sya是直接一波一技能 大招是被苗表给规避掉 Ti-Wolf的一个勇权之恨 看一下后续BAN是传送过来 来下路做一个支援的话 那现在看起来 西方队的双人组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派克已经先倒下了 哇 Sya的一个吸血鬼也是最终死到了 赶来支援的BAN手下 这个TP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个队位支援 比亚Ti-Wolf这波TP就没骂交 因为上一波是被推陷了 下路因为自己的冒失 也交出了生命的代价 是 Artifact的这个秒表 规避掉这个派克的大招还是很关键 这一波的一个一打二 这一打二好像是一换G了最后 最后一秒展出了大招 但是从这边有个表 有个表 而且好像W的那个最终狂暴的伤害 应该是打出来了 就最后那一下平A的伤害比较高 因为他现在身上是还没有回升嘛 对 确实这波小狗已经是操作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就是Hazaki 然后加带一下平A的那个AQ 然后接一个大招 打一个风永盾出来 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个撕血反杀 这是一个亚索的经典操作 那西门下一剑应该要往圣杯去走 全辅助 那现在已经养肥了自己的上中 下路现在感觉西门不带去 下路就对着发育可以了 而且发育还是比对方好 嗯 绝技能 绝有TP 绝绝的话绝绝然后TP了呀 BRTT这个位置过来还不错 想要先打Triple 弱的一个圣杂战场已经被躲过 Triple已经是被灌了一波伤害利用大招 卫移到BRTT后面 一个短距离的取经神员过去 但是移到了塔下 这波BRTT并没有拿到人童 但是RGFAK最后是被赶到的Sneaky给收下 中路是叫出了翠神小菊 想要直接拆 但是兵已经被清掉了 是的 好像逼出了落手的一个闪现 是 落手应该是闪现走了关键的控制 嗯 现在互相拆了一个塔 上下塔互换 下路这边拆得更快一些 三个人一起过来更快一些 中路这边的话也要放掉了这个塔 是 但都已经过了14分钟 就是没有后面的杜层的 这个最后一层的一个金钱 对 现在这个外塔之后没有杜层的时候 觉得这个塔真的会非常脆 因为14分钟前是太够了 是 这个双抗的增加是非常非常多的 上了这边的话也是推掉了 是 这么中路是被受到对方的三个人的一个包夹 哇 但是 但是没有伤害啊 反手的话 是那个这边可能跑了 UGI再一刀拿下人头 已经六颗人头了 而且威斯多尔是追着反向在走的Tie Wolf 闪现过去 强行给减速Q技能跟上迪固定住以后 UGI可以靠着翠神的Q技能 高速的位移到旁边再拿一颗人头 UGI这把已经是七颗人头了 那这样的话 中期就算我们不看维克多跟瑞兹的参团 就在懦守的伤害跟亚索不在同一个档次 主要这盘的话 西门宝小狗宝太舒服了 他就没有离开过中路半步我觉得 那这样了 下路歇轨这边是被中路的一个压力 有点不敢守 来来啊 中路这个雪球就滚到下路过来了 抬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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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走位 点火烫到以后 这个位置晕得还不错 但是晕眩结束 去不怕还是拿走了塞亚的一个人头 这时候是东方队要想办法撤退 因为塔还没掉 Sneaky这波有机会吗 身上是没有闪现被UGI的一个出击 那边先击飞 WGI没有大呀 Sneaky确实九种这波没有大招的话 那机会不多 而另外一边Doublelift跟WGI打起来 在翠成一个人是没办法打赢过诺守的 但是他叫出了一个小菊 小菊胜上的一技能的一个爆破 减速到在一个根深几固 这时候所有人会飞过来 阿丽菲可是一个声大增长抬到 但另外一边输出位还没跟上 Triple隔的墙想要输出小菊 还在追击Doublelift再次被小菊给击飞 有WGI拿下人头 但Triple在下方落单 被Sneaky找到机会击杀 但另外一边的Triple Wolf 同样的是死在了UCI的一个泰刀下 两边乱战的一个结果 现在这一场的东方队的优势 感觉比上场更大了 这场东方队不浪了主要是 有一个特别认真的打野 Rtefact这波也是利用自己的闪现 去规避掉了Sneaky的一个爆破酒桶 没有被留下来 野区也搜刮一空 翠神这一场的话 3-0-5的一个战绩 小菊这边觉得应该优势很大 直接出无尽了 本来想出血手的想想优势太大了 出血手没有必要 是这种排位里面比较常出的 绿叉无尽的两件套 然后再去上挑战护手 这时候Doublelift身上是只有一把 黑色切割者的 等级也是被压了两级 就是说虽然现在Sneaky的作战能力 不会比西门烂特别多 D非常多 但是主力C位上面差距太大了 现在这波想秀一下 再等落过来 一技能飞过来 再开R技能 没活到两个 这时候一个大招直接灌死 Rage要闪现了 开大招过来 唯一的距离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上高地了 有一个侧门可以进 所以这波还是只是阵亡了一个辅助 同时下了这个土龙 也给顺势拿下来了 这场感觉可能中期 除非西方队能找到发力点 要不然不会拖得这么的久 因为现在的优势 东方队还是比较大的 要过来强压一下二塔血量 W在正面看到一个小菊 真的没什么办法 是 小菊 就扛在前面 直接扛拆 那塔已经掉了 还击飞了一下 哇 吸血鬼这边也是再被打一套 那也是已经进到高地的位置 UZI虽然吹起两个人 这波不能狂风军离场直接进场 而另外一边 Ben在作为一个单带 把上路的兵线也带到了内塔 感觉西方队现在已经有点无力招架 东方队的一个进攻 这边又是抬到接亚 走大招 吸血鬼给一个大招 纠痛已经先死 Saya可以回一大口血 但是也没有后续的伤害 可以去击杀UZI 成功反了红之后 Ben这边还在插入上二塔 这个时间点确实对于蝎鬼来说 要站出来有点难 毕竟身上只有一个火箭腰带 如果东方队再不烂一烂的话 可能游戏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觉得 中期没有打架的发力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东方队最过分的是什么 是他们现在拼了一下峡谷先锋 要去拿一 拿了峡谷先锋 然后20分钟之后 还可以软市大楼 就非常强壮的下入先锋 要跟你算高地了 这盘由谢门率领带这个节奏 感觉有点 非常严谨 这边找了一个机会 但是半有闪现 尝试出勾没有勾到 现在下入先锋 还有最后的 20秒左右的一个存活期间 已经是被东方队给把握住了 先锋自演拿到手 东方队这个中山野的节奏 太完美了吧 对 一万多经济领先了 七百 七百五一千的赏金 就现在对于西方队来说是什么 各杀一次的三个人 这至少加起来就是一个 三千块 很诱火 人同的诱火 但现在 但你能不能杀到 对 没伤害啊 现在 而且东方队这边 丝毫不给机会 而且你还一直在被先手开 而且 开到就死了 洛这边的一个先手能力 就Artifact的这把 终于有发挥的机会了 原本跟卡莎的下入 一直是打 跟对方打个差不多误 不开 但现在是 队友靠起来 他就可以想怎么开怎么开 因为 对于东方队来说 他们的伤害是可以秒掉 西方队的任何一个人的 东方队这边他在想 这边一开 瑞斯这边有点吃不消 没有想象反向走位 是 这波即使UZI开的 也是比较猛了 但是西门直接给他了一个全套套餐 所有的辅助道具全部给到 翠晨是叫出了艾翁 呃 不是 翠晨叫出了小局 抱歉 艾翁是他自己 往前扛住 这时候但是 已经可以看到了 西方队是弃手了高地 这时候叫出峡谷先锋 同胞队莫飞要在全球比赛 让峡谷先锋跳舞吗 有一点这个意思啊 这就是两个宠物 一个小局 后面还有个峡谷先锋 对头的话 没有拍到水晶 Q技能Q到UZI身上 还有一块表 金身 这时候解掉以后 立场动下来 洛茨接进去一台三 这时候左边的门牙已经断了 峡谷先锋 还有 四千多点鞋 再撞一头 右边的门牙感觉也是扛不住 水晶的有机会跳舞呀 被扛在最前方 东方队这一场感觉太血腥了 最后是看到峡谷先锋倒了 但是他的已经是攻城深吹 把两边的门牙都给拆掉 这时候阿丽贝克进场 吃到控制以后再飞出来 他抬起来 让UZI可以顺间进场 瞬间带走两个人 再一个参加场 三杀想要虐拳吗 这波最终是没有坦可以进去了 但是游戏好像20多分钟就要结束 是的 最后在BEN的一个维克托 击杀掉了BRTT的瑞兹 拿下S的同时 我们也恭喜东方队 今天是以2比0 带走了表演赛的前两场胜利 是的 两场表演赛直接都能够拿下来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是 这一盘的话打得也是很干脆吧 其实两场的话 西方队的一个BP思路 其实很开放 就是上第一盘的一个 什么AD死哥中单梦魇 这一盘的话中单诺手都打出来了 中单诺手就想打亚索吧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点 是不是在他们的BP的一个模拟 就是Liquarise教练的身份 他觉得这个亚索就是UCI玩 所以Double Lift 你拿诺手去做 当然是猜到 但是万万没有猜到 West Door这一首翠神 这首翠神凑中路了 从第一个BUFF 就是第一个 二级GANG 对 然后就二级开始走在中路 就没有动过 一直在河道 上边河道 下边河道 你还有想 大家在回想一下 那个闪现套盾 对吧 那一波其实不套盾 那个点火确实有可能是 Double Lift 拿下那个人头 就是那个局面 可能就不太一样 就说 就只能说 给了小狗去浪了一个机会 我觉得 就因为西门一直在旁边 对他无微不至的惯心和保护 我不知道有一个比喻 恰不恰当 这就好像两个AD选手 来到了中路对局 但对面依旧带着辅助 但是W的没有辅助 然后这边的话 W的 Sneaky你在干嘛 打野怎么说怎么这么办 还没有帮我中路 然后Sneaky就说 我也是一个ADC 你不能怪我 那对面那个会打打野怎么办 那就很难 Sneaky很明显显得 好像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他不知道该去哪儿 就从这一局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找到 去帮队友的 是 那我们可以说 前两局的一个正常的 正赛的一个招展师峡谷 都是由东方获胜了 那今天总共三场比赛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东方还是比较强 当然只是开个玩笑 就还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明星表演赛 就大家看得开心 玩得开心 其实是 我觉得是整个比赛的一个终止 对吧 那下一局当然就进到了 我觉得算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明星赛到现在 我觉得最喜欢的模式 就是今年才加入的极限闪机 因为它很特别 它有很多的特殊的任务存在 我觉得极限闪机真的太花哨了 你觉得太花了吗 但我觉得挺好玩 就这么多特殊模式 就各种游戏元素权 加在里面去了 有点大杂会 什么都有的感觉 对 就是有什么 各种随秘事件 掉钱的呀 然后有这种机器人 就是 所以它的随机性是 确实不能拿来做一个 就是说电竞最主要的 英雄联盟电竞最主要的项目 因为它的随机性太高 但是它也能产生的这种 就随机出来的一些火花 也是特别的多 很有意思 就很多选手可能 而且包括在 之前比较里面也看到 它随机的那些事件里面 大家处理的模式也不一样 所以你也不能就说 你如果知道 你可预知性很低 你就可以去 像我第一次玩 我也是就是 有一次刷了那个 河道蟹跑的那个事件 然后我那时候玩的是一个垂食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刷这个 但我就发现我特别有用 因为我可以一直把那个 老去拦它对吗 我可以一直把我的河道 就把对面的河道借给 勾过来 对 就让它跑得特别慢 看到小狗玩得非常的开心 这一波一打二也是很秀 一技能往后拉 回头一个Q技能 大招 很极限 到后面的话野区就 东方队一直随便开 开到一个人的话 就可以接压缩大招 只要有机飞 这个说压缩 这个优势已经比天大了 对 野区完全沦陷 就中野 扩散到下路 就是说这一局确实 以东方队的视角来说 他的打法战局上面 就也不像这样一局 可能有优势以后 打了一些比较多的 少打多 甚至峡谷先锋都是直接 差点跳起舞 是 我们来看一下 峡谷先锋最后是 被谁狠心给带走 他应该被打了一次眼睛 对 所以他 其实你完成了他的使命 他清兵去了 清兵然后 他扭腰被打了一下眼睛 对眼睛 正好暴露出来了 是 因为如果没有被打开 眼睛 说不定他的血量 是真的有机会跳个舞了 对的 而不能不说这个 如果加上亚索的一个鸡飞组合 让UCI在最终推基地的时候 也找到一波秀的机会 是的 这场游戏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小狗玩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当然也是 恭喜东方队再度拿下一分 那对于 下一场对于西方来说 就很重要了 对吧 能不能扳回一场 能不能扳回尊严 不要被3比0 不要被击居3比0 对吧 这很重要 那下一场他们派出来的选手 我们应该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了 因为现在还没上场的选手 就是下一场要上场的选手了 所以在东方这边包含了 菲可 我们的李哥 对吧 以及麻辣香锅 郭老师 还有今天还要打这个八强赛的帕布 上路是Seros 然后下路是辅助位是Rocky 但是我觉得极震散极 这个辅助就不一定 他是不一定要配一个辅助的 英雄或者什么样的话 因为他的配线来说的话 没有5比5这么正规 对 所以他可以玩得很花哨 小狗玩什么 这个模式 而西方队的上单登记的是Jizuki 打野位是Dumball Dodge 然后Saya要再打一波 再一次登场 对 这波是登记在中单 以及Broken Blade的破剑 是在AD位 然后普鲁狗打一个辅助 那在现场这边 我们也是有采访 已经是准备好了 那我们双姐采访的 就是刚刚玩亚索 玩得非常快乐的 这个快乐风男 小狗 我们马上将现场传到 马上将现场的画面 给到拉斯维加斯的双姐 很开心 能不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最后决定选了亚索 因为其实中路 就是玩的那种特别开心的艺术 就这个嘛 因为快乐风男 但是但是我好像记得 你曾经有过零杠时的亚索 然后好像被队友问号了很多次 为什么今天又拿出来呢 那么有自信吗 就其实今天也想快乐一下 就是反正玩得很快了 玩应该是进步了一点 那是不是私下里有苦练过这个英雄呢 有练的 因为这个英雄其实在ADC上 AD位上也是有使用的嘛 而且职业比赛也有 所以说自己也有去练习一下 所以这一次拿出亚索 也是想在全明星上快乐 并且证明自己 那你后来拿到一血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蛮开心的 虽然被换了 挺开心的 因为其实他也是塔下没有吃到补刀嘛 所以说我了 而且我是一血就还是挺爽的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在你打中路的时候 尤其是西门 我觉得他对你真的是满满的爱 就是一血那一波 如果不是他闪现套盾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你当时是有没有觉得心里觉得被暖化了 特别开心吧 因为当时其实我也 我们其实都没有沟通 就看到他突然就闪现过来给我套盾 我当时也以为自己死了 可能会觉得有一种天仙下凡的感觉 可能暖男就是这样 也许是一家亲的感觉吧 而且后来到后面就是无论说是你们中路对线也好 在你击杀第二次doublelift的时候 他也是来到中路帮你 基本上doublelift每天都可以看到 他的门前有两坨草 就是你觉得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大家也一直来帮中 就真的玩的特别的爽嘛 因为其实两集那波干涸 对面和doublelift其实是挺难玩游戏的嘛 就是会一直特别劣势 就是这样子我就会很开心 所以说如果要在中路玩亚索玩的开心 不仅要跟小狗一样技术比较到位之外 那还要有一个对你充满满满爱和包容的打野 那其实像你刚刚说到大师兄 他可能这一局游戏玩的比较难受一点 他其实一直也是一个知名的狗吹 也是一直都可能比较喜欢你是你的一个粉丝之类的 那你觉得今天跟他对线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他乐手玩的如何呢 他的乐手感觉跟我的五五开吧 就是需要一个可以温暖他的打野 对 所以你是说Sneaky不温暖他吗 没有管他 对因为其实两集的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让我太舒服了嘛 导致后面可能他都很难帮助到他的队友了 所以说这个锅其实不是大师兄玩的不好 是Sneaky不去帮他 没有像西门一样一直来帮中就对了 那其实刚刚Rookie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说Peanut这个教练呢是一个很软的教练 就是可能会你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就比较随着你们性子来 那你跟他就是他在做你教练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教练呢 从他的语气听得出来就确实是很暖的一个人 而且就是因为我就是沟通方面也不太顺畅嘛 就是一直听他们在那里聊天 那个画面还挺和谐的 那你后来说你要玩亚索的时候 他有说要不然考虑别的英雄吗 还是他觉得说可以啊 又在玩亚索也行 他跟我说可以啊 他就直接说可以可以 所以后来也是让你快乐起来了 到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在基地那一波 你是差一点点拿到四杀 队友有没有说就是帮你拿四杀之类的 因为你拿到三杀当时 没有啊 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我没有注意到三杀了 但是后来那个人头是被棒拿掉了 其实也没有关系 大家开心就好 我看到了小狗玩亚索也非常的开心 曾经的我我以为我都亚索跟你可能差不多 但是对不起我错了向你道歉 好谢谢我们小狗接受采访 也为自己的亚索证明了 期待在之后的比赛当中看到你更多快乐的英雄 谢谢 好的 感谢双姐 感谢小狗 那看得出来这一局的这个表演赛 应该说是这一局的东西方的对局 小狗玩得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的 那还是提醒各位观众 无论你是刚加入我们的直播 还是已经看了两场精彩的一个比赛 我们下一场依旧是东西区的一个对局 会有新的东西区的职业选手 来打极限散极的这个模式 而在下半场的一个内容 包含了我们要分出Solo King 也还有我们的LPL赛季 这场LCK赛季的一场的一个精彩的赛事 那我们要稍事休息 最精彩 最快乐 最娱乐 最秀的明星赛事 马上回来